我们来做椰子饼 我们先称椰丝 我们也是要150克 150克 100克的糖 我们做椰丝饼 材料有椰丝 砂糖香草精 一点点盐 三颗鸡蛋 因为我们的材料150克的椰子丝 基本上要配40-50克是要配一颗鸡蛋 我们等下只要取蛋白就好了 然后比较大颗一点的 如果比较小颗的话就要四颗 然后四分之一叉子的盐 然后几滴香草精 糖基本上多少椰丝就是要多少糖 只是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吃太甜 所以我就是只要加100克的糖 我们的配方就这样 我们来进行搅拌一下 我们来取蛋白 我们只要蛋白就好了 做这个椰丝饼 非常简单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机器 我们只要加进去搅拌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取好了蛋白 我们开始来给它拌在一起 砂糖 砂糖 蛋白 盐 香草精 就这样子给它搅拌均匀 就这样子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搅拌均匀了 我们来开始把它装到烤盘去 因为我不想用鸡蛋 然后也不想用手套 一般我都用汤匙 然后给它弄成这样子的大小 我放入烤盘 也不要压得太硬 只要有个形就好了 因为压太硬 等它烤起来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松软 cancellation 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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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把它弄成这样 给它推到这样子的大小就可以了 不要做太大 我们弄好了 我们来进入烤箱 我们200度 10到12分钟 烤完了 非常的漂亮 谢谢大家 按摩